有时候啊 每一块木纹 你不见得都可以看出些东西来 当你真的看不出东西来的时候 也没有关系 像我如果说在 找不到灵感的时候 我通常就是刷色 刷唇色 然后或是就是我就会二创 二创就是拿我儿子的东西来画 因为我儿子 就是在小时候 他非常会喜欢画一些 鬼怪啊或是一些 很恐怖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 因为我都有准备指给他 那都有帮他收起来 所以有时候也会去翻他的东西 然后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这块木头就是在 我们有想法的时候呢 我就拿了我儿子的其中一幅画 他说他画 其实他那个手是会吃人的 然后画了这一幅 叫做算命线 然后其实这一幅已经跟他原来的作品 几乎就讲的一样 可是我当初比例没有抓好 所以他的脸 特别大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大就大吧 就当初一个 一个很奇特的老人 然后他的这个三帮夹 或是他的脸夹 是掉出来的 就是非常大掉出来的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乐画其实我也觉得蛮诡异的 那既然是诡异 我们就继续诡异路线走到底 所以他的眼睛啊 我觉得很有趣是 所以我把他下面加一个 红红的 就是有点不满血脂 或是有个红红的眼袋 然后他有点像是算命线 好他就是到处 就是感觉是那种在路边 就是在帮人家算命的 会在路边下面 然后去帮人家就是去算命的 然后呢因为我刚好有金色的颜料 所以我就帮他用地体的方式 用颜料用沾的方式 然后去串 好像有一个串珠 就是他随时会拿着缝珠啊 或是然后再男男自娱 然后感觉在算什么东西的样子 好所以这一副作品 他就叫做算命线